极其尴尬的视频首秀 作业多 其次然后我的 拖延症比较严重 呃因为我其实我从我初中我就知道我有拖延症了但是当时我还买了一本 专门治疗拖延症的书 但是我到现在都没有看 所以我就 很苦恼 呃然后 其实我 我也不知道要拍些什么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然后怎么说呢就 我也不是很会简直病因为我本专业是插话插话然后 很多朋友就在跟我说你不如去拍一些你的这个 插话视频吧但是我身边大神太多太多了所以我怕漏气我也不敢拍这个插话视频 然后其实个人想 想做一个这种 搞笑的吧 呃也不知道行不行 拍第一支视频来尝试一下吧 我的屋子有点乱大家见了 怎么感觉我今天目光呆滞 面无虚我黑眼圈好重哦 声明一下我这个黑眼圈 是天生的哦还有我这对对眼我不是对对眼我不是对对眼我 我真的不是对对眼 只是比较你看我不是对对眼 只是比较像而已而且我这个黑眼圈真的是天生的如果我没有这个黑眼圈的话我眼睛会小一倍的 呃正好我昨天去英国超市买了点英国的水果 英国的葡萄真的很好吃超甜的葡萄 嗯嗯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我想起来国内 这些吃播博主们 直播翻车 嗯这个好甜 英国葡萄真的很棒 好像是9.9 99匹 一盒 那盒下来明明大概是 呃8块钱左右吧 嗯 然后我的 英语也不是很好 我上课上课就让我让我很尴尬你知道吧 就像是 就像是老师在问我说 Hello KC 我找马东梅 我就会说 马东什么 马东梅 马什么梅呀 马东梅什么东梅 这种状态让我很尴尬 所以我真的很害怕 而且他英国 一直在封城 所以我们一直上的是网课 所以感觉这一年来真的是 血转 过于转了 真的就是在我 路子里边我这什么都不敢 呃 还有呢 没有什么机会能出去玩一玩 其实其实还是蛮 蛮多遗憾的 所以 还真的是很想再留一年 你再看看 但是也蛮想加的嘛 你看我的床单 能看到我的床单 好一点乱 我的床单 还是我妈妈给我的那个 就有乡土风情的 花花热热的床单 啊吃不上好的不知道要说什么 好尴尬呀 反正今天这个像是在玩任务一样 我先试一下吧 如果 没有人骂我的话 那我就 再做几期好吧 嗯 点赞 点个赞吧 鼓励我一下 嗯谢谢 谢谢谢谢